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花几天看完一本小说 你大概只能记住讲了哪些事情 但却并不能讲出书的长处来 如果你是陪孩子阅读这些经典名著 当孩子问你 妈妈 这本书好在哪里 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不能仅仅告诉孩子 这本书情节曲折 跌宕起伏 因为对情节的突出并非是大部分世界名著的特色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人铭记 往往是因为其他因素 当孩子问起时 我们往往无法给孩子讲得明明白白 这些让人头痛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会阅读文学作品造成的 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本《文学阅读指南》就能够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一本来自著名英国本土学者的书评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家 先后毕业于剑桥牛津大学 并曾在两校任教 而《文学阅读指南》便是他的一部重量级作品 他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所以他的这本《文学阅读指南》也具备了独特的左派视角 更值得我们中国读者阅读 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迅速掌握优秀文学作品的精髓 在以后读名著时能够迅速分析出作品的意运和手法 快速变身为文学达人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为你解读这本书的重点内容 首先你会知道作者如何精心设计作品的开头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作品开头包含的信息 为品读文学作品做准备 其次你将看到作者是如何塑造笔下人物的 这些人物有哪些特点 作为读者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最后我们将学习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技巧 看作者是如何运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故事的 下面让我们开始本书的内容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好的文学作品是如何开头的 还有我们能从开头获取作品的哪些信息 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测试 请你用十秒钟的时间回想一下自己喜欢的一本小说是如何开头的 作者用的是问句还是陈述句 用词简练还是繁琐 表达了怎样的态度 面对这些问题 大部分人很难给出答案 因为一般人总是只关心故事在讲什么 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续的进展 不太会去注意作品是怎样开头的 但作者伊格尔顿却告诉我们 文学作品的开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信息 想要欣赏一部文学作品 首先应该提高对作品开头的赏心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 不仅需要关注作品说什么 还要关注它怎么开始说 一部文学作品的开头可以有多种方式 有的平铺直序 有的在开头设置悬念 还有的以精细笔触奠定全文的基调 在众多的开头方式中 伊格尔顿认为两种方式值得一提 一是反逢手法 二是否定手法 下面我们通过不同的例子来说说 如何分析这两种开头方法 何为反逢呢 指的是一句话的字面意思 和它蕴含的真实含义正好相反 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写作技巧 比如啊 英国著名作家简奥斯汀的著作 傲慢与偏见 有一个英语文学中非常著名的开头 它是这么说的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 总想娶一位太太 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道理 这个开头就运用了典型的翻逢手法 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 有钱的单身汉 总想娶妻 是一种社会公认的事实 但实际上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 这种想法大概率只是想掉金龟旭的未婚女人不切实际的幻想 通过字面意思和实际含义之间的颠倒 奥斯汀用这样的开头 一下子就把恨嫁女人的心态表现得活灵活现 这个开头也暗示了恨嫁女子想攀附有钱单身汉的欲望 虽然有些贪婪和势力 但只要能把这种欲望合理化 宣称大家都认同这样的做法 读者读过以后才会心安理得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讽方式的小说开头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但它是一个问题 信息量很足 并且提示了整个故事大概讲的是什么方面 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除了反讽式的开头 有的文学作品还会用否定的方式开头 加强故事的冲击力 比如这句 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 婊子何该在床上有情 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无情无义算是中国语境中很严重的道德谴责了 在李璧华的《霸王别姬》中 作者用中国的老话开头 直接否定了两个职业 而这两行中有情有义的人 则更显得弥足珍贵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给全书更添上了一种悲剧性色彩 试想下 如果把否定的形式去掉 是不是立刻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除了这两种开头之外 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作品 会在开头就埋下伏笔 为之后的写作打下铺垫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笔中是这样开头的 在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 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 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 他对我说 你就记住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菲茨·杰拉德为了营造盖茨笔的神秘气息 运用了小说写作中经典的 未知其人先闻其名 开头以聊聊术语奠定了小说讲述人尼克的形象 却给之后尼克能够理解盖茨笔 崇敬盖茨笔 又厌恶盖茨笔代表的纽约上层道德败坏的纠结心态 埋下了伏笔 更能通过尼克的视角更好地塑造盖茨笔的形象 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 也是运用这一手法的典型例子 诸葛孔明在小说中大致尽腰 但直到第37回他才真正出场 可在他行事之前 读者却已然心觉诸葛孔明非比常人 都因为作者在小说中经他人 如徐述·司马辉之口 渲染了诸葛孔明的大财 甚至道 可比兴州八百年之江子崖 望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 这便是未知其人 先闻其名 刚才我们举的几个例子 乍看之下好像是作者随意写出的开头 但实际上 不管是巧妙设计的反讽式开头 还是看似质朴 却充满悬念的否定式开头 还是伏笔式开头 都是作者精心设计和构思的结果 除了运用这些技巧 作者还会运用不同的语言风格 甚至别具深意的标点符号来写好开头 可以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开头 就像一个人的容貌 诗上不同的粉袋 就能给读者留下截然不同的印象 作者费尽心思构思精彩开头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尽可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并带领读者进入自己笔下的世界 让他们一边阅读 一边运用自己的想象 对作品进行更丰富的解读 并引发他们的思考 对读者来说 认真欣赏一部作品的开头 努力挖掘出其中隐藏的信息 这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正确方式 说完如何欣赏一部作品的开头后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内容的解读 作者是如何塑造笔下的人物的 他们有哪些特点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人物形象 人物是文学作品十分重要的元素 也是读者阅读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 当我们读作品时 如果想要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 最好要把人物和他所在的环境联系起来读 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是无法单独存在的 他和所在环境之间 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 这也是作者刻画人物时 必然会用到的手法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即便是真实世界中的人 比如我们自己 也都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社会环境中的 我们也不能完全脱离环境独立存在 而活跃于作者笔下的人物 就更是如此 而且相对于真实的人来说 文学作品的人物更受制于环境的束缚 也很难改变环境 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 在一个城市生活都不开心了 就可以辞了工作去另一个地方工作生活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通常深受时代背景 和所在社会的影响 虽然他们会抗争 但很难完全摆脱时代带来的局限性 就拿大家都很熟悉的西游记来说 虽然这是部神魔小说 写的是孙悟空如何打妖怪 保护唐僧取得真经的故事 但从人物所处的故事背景来看 他们不能说坐飞机 直接从长安飞到天竹再飞回来 而是必须骑着马 挑着弹 一步步走过去 明知一路上有很多妖怪 他们还是要冒着生命危险 和妖怪斗智斗勇 这就是唐僧他们作为西游记中的人物 受到环境限制的一个例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 师徒四人不畏艰难险阻 坚持求取真经的精神 才能如此打动我们 一部作品中的人物 除了不能和所处环境分离外 他还必须具备两种特质 也就是共性和个性 能把这两点结合得恰到好处的作者 他笔下的人物才能显得饱满立体 也更像个真实的人 这样的人物才能立得住 也更容易打动我们 人物的共性 简单地来说 就是大家都拥有一些特点 比如人人都会羡慕或嫉妒 比自己成功的人 羡慕或嫉妒 就是我们共有的一种特点 再比如一个人遭遇了失败 他会沮丧难过 这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情 也是一种共性 一个人物只有具备共性 我们才有理解它的基础 除了共性 人物还必须拥有个性 所谓个性就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特点 这种差异可能很小 但十分重要 因为有个性的人物 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人物的行为和整个故事的发展 例如《红楼梦》中 王熙凤这个人物 他既有普通人都会有的共性 又有他自己的个性 作为一个女人 当他看到丈夫贾莲被尤二姐迷的神魂颠倒时 他嫉妒了 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有的正常反应 属于共性 但他没有将嫉妒之情留于表面 而是暗中使坏 最终逼得尤二姐吞金自杀 这就凸显出王熙凤心机深沉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个性 就像曹雪芹写的那样 王熙凤嘴甜辛苦两面三刀 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 明是一盆火 暗是一把刀 王熙凤极度尤二姐得到丈夫的宠爱 这种人人会有的情感 让我们能理解他的痛苦 而他的心狠手辣 凸显了他的个性 也让读者印象深刻 对这个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 刚刚我们说了 要理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就要琢磨人物的共性和个性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 不要把人物当成真实存在的人 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塑造的再真实 也只是存在于书本中的 真实世界中的人 在我们认识他之前 是有自己的人生轨迹的 但文学作品中的人并没有 不管是孙悟空还是王熙凤 他们在出场前是不存在的 换句话说 他们只存在于 《西游记》和《红楼梦》 这两本书中 既然不能把虚构的文学人物 看成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他们呢 作者告诉我们两个技巧 既要同情人物 又要避免对他们产生共情 什么意思呢 同情人物就是说 要能想象人物的处境和感受 理解他们 避免产生共情 是指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完全沉浸在人物的感受中 作为读者 我们需要这么做是因为 如果不能想象和理解人物的感受 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行为 也无法理解作品想通过人物表达什么 但如果我们对人物产生共情 就等于完全变成了某个人物 这会让我们失去客观评价 这个人物的能力 好比我们在看《红楼梦》时 心疼林黛玉的悲惨命运 也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敏感多疑 但是我们不需要变成他 要不然我们就看不到他性格上的缺陷 和他悲剧命运之间的关联 只有当我们既同情他 有没有对他产生共情时 才能更全面地看待和理解这个人物 学会分析和理解作品中的人物 是我们理解一部作品十分重要的一环 知道作者塑造人物的方法 学会分析人物的共性和个性 并注意和书本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和客观地 理解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 以及作者想表达的思想 当我们学会解读作品中的人物后 可以说已经对这部作品的内容 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也许下次看书 可以找到一个新的鉴赏角度 对名著也就有了新的理解 但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 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了解一部作品 就必须知道 作者是怎样推进故事进展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第三部分内容 作者是如何运用不同的叙事手法 讲好一个故事的 理解作者的叙事手法 就好像刨丁解牛 当你看清楚作者运用哪些技巧 推进情节 自然会对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 小说中的叙事者和情节的安排 这两点对于讲好一个故事 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什么是小说的叙述者 叙述者也叫做叙述视角 是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 一部小说如果从不同的叙事者的角度去展开 可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效果 一般来说小说常见的叙事者有两种 一种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另外一种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如果一部小说的讲述者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意味着他对要讲的故事了如指掌 他就像小说的头脑 每个人物说什么 做什么 甚至想什么 他都知道 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 一般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故事 读者也基本不会质疑这样的叙述者 在我们读小说时 只要假装相信就可以了 很多小说的叙述角度 都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傲慢与偏见 西游记 红楼梦 我们阅读这些小说时 也会默认其中的叙述者什么都知道 不会去怀疑他的真实性 比如西游记 唐僧师徒四人 每一次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妖怪 经历怎样的磨难 讲述者都知道 当唐僧被妖怪抓走后 孙悟空会怎么做 猪八戒有什么表现 他也都知道 我们作为读者 也会默认叙述者 无所不知的本事 跟着他的脚步 探索故事是如何发展的 需要注意的是 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并不等于作者 叙述者的观点 也不能代表作者真实的想法 叙述者表现出的 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态度 可能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文学效果 和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不同 小说还有一种叙述者 叫做不可靠的叙述者 这类叙述者可能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他从自己的立场为读者讲述故事 这就意味着 当我们跟随这样一个叙述者 去了解故事的发展时 我们看其他人物的视角受到限制 得到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甚至是不可靠的 使用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讲故事 可以获得不一样的文学效果 相比较全知全能讲述者而言 不可靠的叙述者 可能会给小说加入不一样的色彩 比如 英国作家写的讽刺小说 格列夫游记就是采用特定人物的叙述角度展开的 向读者呈现了完美的讽刺效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听我分析给你听啊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格列夫船长 周游四个国家的经历 小说以格列夫的口吻展开 本来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 就会发现这名船长其实并不是可靠的叙述者 虽然他有丰富的游历经历 但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些游历中获得教育 显得十分愚蠢 比如小说写道 格列夫来到一个马统治的国家 他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 居然学当地的居民 也就是那些马 踏着小碎步挤走 嘴里还发出了嘶鸣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就会感到非常滑稽可笑 作者斯维夫特通过这样的方式 达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主人公格列夫既是展现讽刺效果的工具 也是被讽刺的对象 作者一面用格列夫这个叙述者 揭示他人的残酷和冷漠 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格列夫本身 用格列夫口中所说的故事嘲弄自己 这么一来 小说的讽刺感自然而然达到了巅峰 作者除了会在作品中 运用不同的叙述角度 来达到某种特定的文学效果外 还会通过精心设置的故事情节 来展现并丰富小说的主题 我们需要知道 情节也是叙事的一部分 我们所说的情节 一般是指故事中的关键部分 比如主要人物是如何行动的 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最后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 这些内容不仅对整个故事很重要 也是读者最关心的部分 我们就以现实主义小说为例 说说作者对情节的安排 通常表达怎样的主题 以及这类小说常见的结局是怎样的 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小说类型 特点是力求客观的表现现实生活 现实主义作品往往放弃理想化的想象 而主张细密观察事物的外表 巨石磨血 用符合当时时代的特色 来安排人物命运 用打破理想的方式来隐喻现实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法国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 就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 这部小说主要讲了主人公于莲的故事 于莲是小业主的儿子 凭着聪明才智 在当地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 与市长夫人勾搭成奸 事情败露后逃离市长家 进了神学院 经神学院院长举荐 到巴黎给极端保王党中间人物 拉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 很快得到侯爵的赏识和重用 与此同时 于莲又与侯爵的女儿有了私情 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 市长夫人被逼写下一封告密信 揭发她 使她的飞黄腾达毁于一旦 她在气愤之下 开商击伤市长夫人 被判处死刑 上了断头台 就算于莲可能聪慧超于常人 但她不择手段 试图飞黄腾达的手段 最终还是破灭 这不仅仅是对当时 不择手段向上攀附的官场的讽刺 更是对当时法国社会问题的凸显 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 会在当时时代 做当事人可能做的事 但他们的遭遇 也许并非是读者所期待的结局 好的文学作品 会让读者有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 当我们能注意到 作者是怎样运用这些叙事手法 讲好故事的 就说明我们和作者 及作品的交流又更深了一层 我们可以从作品中 看到一般的读者看不到的东西 也能得到更多阅读的乐趣 好了 我们已经学习了文学阅读指南中的精华内容 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我们学习了 故事是怎么开始的 在平时阅读中 经常会被读者忽视的开头 其实隐藏着作者丰富的信息 我们不妨有意识地关注作者的措辞 所用语言的形式 行文风格等等方面 找到阅读一部作品的正确路径 其次我们学习了 作者是如何刻画人物的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有哪些特点 作为读者又该如何认识和理解 作品中的人物 我们了解到 作者对人物的塑造 基本都离不开人物所处的环境 人物无法脱离环境单独存在 而且作品中的人物都同时具备共性和个性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人物 并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也应该注意 在阅读作品时 应和其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物和整部作品 最后我们学习了 作者是如何叙事 也就是如何讲故事的 我们了解了一部作品 可以借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讲故事 也可以用不可靠的叙述者说故事 运用不同的叙述角度 往往能呈现不一样的阅读效果 作者也可以通过对情节和结局的安排 表达自己想要传达的主题 文学的阅读其实如同划船 当你手中只有感悟式的阅读方法时 你就好像撑着竹竿架着独木舟在小湖中游览 当你能综合运用今天所学到的技巧 更主动地进行文学阅读 你会感觉自己坐上了游轮 来到了浩瀚的海洋 看到了更多的景致 通过这样的文学阅读训练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 读懂文学作品中 蕴藏的更丰富的意义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记得了吗? 是佛梁 encanta WHAR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